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要下载那个养务股市,而是我要下载什么,我们之前有练习过嘛,如果我要去下载那个我们云端上面的资料,反正是一个表格就可以了,只要是表格就OK,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练习到那个表格资料嘛,那个表格资料,比如说我们之前去下载我们这个网路上的资料,更新资料,如果我不要用那个Excel里面的重Web的话,其实也可以用 那个IE物件来做就可以了,那其实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说呢,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这个网址把它贴到哪里呢,贴到刚刚的IE物件就可以了,所以其实 如果我要把刚刚这个程式,本来下载Yahoo股市,把它改成下载什么,下载那个之前的更新资料,然后是用IE物件来做的话 其实做法也一样,差别在哪里,第一个,只要把这个网址贴上,这个网址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Google上面的那个Google硬碟的那个试算表资料 这个就,不过特别之后是要网页的,不是那个用CSV的,然后这个我把它贴到这边给各位看,就是这个资料,网页的特别之后是网页,所以网页后面的话一定是等于True的这个,不是等于CSV的 然后呢,第二个就按F,我刚刚讲嘛,固定F,先F12 F12就跳右边这一块,然后你可以按Ctrl加F,寻找什么呢,寻找那个table 因为主要,一般我们还是抓那个网页上的表格,那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里面刚好就只有一个表格 然后呢,现在刚好就在这个表格,所以基本上 你会发现这个反而又更简单,因为只有一个table,不会有第二个 那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刮胡,本来刮胡四嘛,我现在刮胡多少 第一个嘛,从多少,从零开始,所以你就把它改成零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改,其他好像不要改,我刚刚基本上我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一把那个上面这一段程式贴下来,第二个的话呢,把这个网址改成我的四算表 然后再来改什么,改这个,本来应该抓第几个,第五个嘛,对不对 第五个,然后我现在把它改成,因为里面只有一个,所以改成第零个 第零,它从零开始哦,OK 所以只要改一,改二,对不对 其他的话呢,删除蓝,还有这个自动调整,删除蓝,自动调整可能要 但是删除蓝可能不见得,因为不见得每个都是蓝 可能有,可能是列哦,所以哦,我可以怎么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先注解一下,删除蓝这个 也许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注解,把这个注解,把它注解掉 那AUTOFITS这个可能让它可以跑一下 自动调整,然后我们来跑一下 那基本上我大概也没改什么地方,就改两个地方,我看一些 我刚刚示范了一下,我发现其实也OK 也就是以后,利用那个IE物件来抓取网络资料的话 用这一招,资金给各位看一下 那它会下来 有没有,不过它Delay三秒 然后先把它IE物件,IE打开,然后找到Table 然后最后的话呢,有没有 不过呢,跑可能要跑一辆,你会发现它大概一个一个 它其实就是什么,一个一个的帮我抓下来 一个一个抓下来之后,最后再AUTOFITS 不过这边看起来,诶,资料都下来了 但是可能还会需要多做一个动作啦,因为好像第一列是多余的 所以其实 刚刚这个程式怎么样 其实应该可以把这个删除第一栏,应该改成删除第一列才对 所以这边也许你可以把这个程式再改这个地方,删除第一列 然后从这边的话呢,我把这一个,本来是Cullens第一栏,把它改成什么 第一列吧,第一列应该是什么,把它改成叫ROS 有没有,第一列Delay,这个叫删除第一列 删除第一列,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应该OK,跑一下,執行 好,那它其实就是啦,反正就是网络一个一个一个抓到抓到抓 抓下来之后呢,最后再帮你怎么样 自动删除第一列,然后自动再做篮宽调整 欸,全部OK了 好,速度的话呢,我是觉得感觉好像又 还是比那个,我们呢,费路的方法好像快一点点 好,OK,这样也没问题 所以也就是啊,以后如果你们想要抓网络资料 但是利用什么呢 从web这个方法不ok的话 后许你可以把我刚刚的这一段程式稍微做个修改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没改什么地方 改这个网址 第一个 名称这个改一下 把上面这一段贴过来 然后改这个第一个 改这个第二个 还有改什么 改这个第三个 ok的 所以这一个范本几乎应该是万用的 所以 至于细节 我想其他应该也没什么 反正就是把inner text的东西丢到储存格 大概这样而已 外面就包回圈 一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是列回圈 这个for回圈是里面的储存格回圈 大概是这样而已 没什么很 这个 理论上如果说你们之前有写过 那个其他程式吧 应该看这个也不会觉得 只是可能会需要注意的 就是get element get取得什么element by tag name 这个可能要稍微 那tag name指的就是 它上面的标签名称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不见得是要抓table 你要抓其他东西 也可以无法炮制 只是说也许你们目前功力还不够的话 暂时不要乱改 不过如果你懂得改的话 就是说你知道html里面的标签 代表什么意思 那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就很容易可以抓取到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想要用IE物件 抓取任何网络上面的讯息 绝对没有问题 也就是这个IE物件 它是非常强大的 甚至它可以模拟什么 模拟就是如果你网页上要按个按钮 然后才有资料出来 然后你再把它抓回来放到ESEL 这些绝对都办得到 只是说呢 目前来看 这方面的程式网络上还太少人分享 OK 能不能办得到 绝对办得到 也就是说你要让那个所有 像什么订高铁票 台铁票 要自动化 要抢票 也可以 你设定一个时间 时间到呢 你就让它一直转 一直跑 做一样的事情 把资料 把它去执行你要的动作 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那你说会不会比Python逊色 其实我倒觉得各有它的优劣 那只是说这个怎么拿捏 恐怕各位再稍微了解一下 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部分就是把IE抓那个雅虎股市 你可以再去抓什么 抓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云端 硬碟的资料OK 那抓下来的资料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七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看一下第七单元 那我们我也把它拆 拆解成大概四个部分吧 所以第一个我们大概先了解什么 了解一些 比如说在工作表里面常用到的目不方法 那这个目不方法 主要就是请各位待会开一个范例档 这个范例档的话 是在我们的范例里面的单元应该是零七的部分 那请各位开启这个 单元零七的这个范例档 那打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这边底下呢 有甲到好像甲义丙丁一直到跟班 总共好像有十三个班吧 但是我们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希望让他按照我要的顺序排列 那以前的话比如说甲班 那你要自动手动排 变你要怎么样 甲班要排第一个 你可能要把甲班放过来 然后乙班要排第二个 乙班放第二个 丙班放第三个 那如果你又要换个顺序 那你又要在手动 当然我如果不想要用手动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你们开启之后的话 请各位也许第一个 先把那个网路上面这边有一个顺序吧 这个就顺序 如果我今天希望 你希望把甲班一直到底下这个 当然有几种方法 这个是清单 你可以直接放到一个地方 或者是这个 假设这个会有点不好选 你可以把它复制到我们也只有 那你就可以按 假设我今天希望按照这个当成是顺序 Ctrl C好了 我希望把它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问题07里面的 甲班的哪一个呢 也许隔一旦 放在这里 贴上 这个应该顺序 或者叫清单 上面加一个栏位名称 习惯就清单 好 如果我今天希望按照这个清单 帮我排列顺序的话 那要怎么做 其实关键地方就是一个方法 叫目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就是把 如果你们将来抓网路资料 用那个从web方法失败的话 其实还蛮多的会容易失败 你可以用我刚刚讲IE物件 那IE物件我刚刚取了一个最基本的啦 就抓table的一个范本 那你会发现这还蛮好用的 只要网页上面你要抓表格的话 其实刚刚那个范本就万用了 不怕他整个还没漏完你就去去抓 那可能会抓失败 但如果那个网页很小 那你可能不一定要五秒 你大概等个三秒钟 两秒钟大概就OK了 那个wait指的是 你要先让城市停下来 不要跑停下来OK 所以bc先点wait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会有那种需求 就是让城市停下来 停多久 你后面给他一个 一个秒数就可以了 甚至你可以让他停个什么呢 停个几个小时都可以 几分钟都可以 后面有个time value 10分秒 你可以自己填上去 OK 所以其实甚至可以 写一个回圈吧 让他一直跑 让他一直跑 每隔多久跑一次 也可以用位置方法 位置停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再跑 一个小时之后再跑 有没有 可不可以可以哦 你可以用wait application.wait的方法 OK 试一下